这种网络上的继承宠真的非常可恶 这个骗子还是很发现的 而且是非常危险 已经到了这个付款的流程了 刚加我 然后呢已经到付款流程了 但是他们的话 只在是那个微信转账 完了以后呢 后来他在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后台私信我们 问我们是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看了以后 马上就是告诉他 遇到骗子了 然后希望他没有转 我问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它删掉了 他们这种就是冒充我们的客服 他可能去主动的去加你们 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加人啊 还有所有的博主 一般都会上面写了 主动加人绝对是骗子 这个骗子呢 还是粉丝先发现的 他发现了以后呢 从后台私信我们 问我们是不是是我们的客服 后来我明确的告诉他 不是我们的客服 然后呢我就问他是怎么加的 他说是这个人是主动加他们的 经常就是发一下手机 这些东西等等 冒充我们这些视频博主 然后卖东西 卖东西的话呢 在付款的时候呢 我这个粉丝呢 问他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平台 这些连接 他说没有 我们都是直接转账的 而且是全款 然后呢 他就感觉不对头 后来跑到我们这个 短视频这个平台后台 问我们 是不是我们的客服 我们看了以后明确的告诉他 不是我们的客服 说你遇到骗子了 然后马上的话 幸好我没有转钱 这么常 你像我们这种 正规的这种平台博主法 都是有第三方的平台 有一定的保障 这是我们粉丝 刚才压我们的 你看首先 他这个名字 跟我们的头像是不对的 这是骑马的 第二的话 我们扫了马以后 我们就用手机扫 你看我们首先 看下这个骗子 你看一下 他这个头像 你看 他名字是我们的名字 但头像不是我们的头像 还有他发这个码 我们刚才试了一下 我们扫了一下 扫了一下 扫出来是 他是成都的 成都什么 周岳阳 凡科技有限公司 你看我们是 一程式码科技 对吧 骑马的话 微信名 还有售款码 一点都不一致 正常你像我们的话 你看 比如说你们购物的话 刚加了个博主 完了以后呢 你方便情况下 最好打个视频 看下是不是本人 如果是本人的话 OK 或者是老板没在 或者说这个博主没在 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 不方便打视频 你可以 可以去要的第三方的平台 去付款 正常的话 你看这份正规的公司 都是由第三方平台付款的